2023年的虎伟灯会在1月23日晚上正式起灯开幕 今年的主题设计是用突年的印象结合太空宇宙 也在虎伟在地古迹和地标开设四大灯区 美丽的花灯和古迹相应程序带给人特别的美感饗宴 虎伟政公所表示今年的灯会是历年来最大规模 活动时间到2月5日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前往观看 民众在灯会现场忘情拍照留下美好回忆 2023年的虎伟灯会在13号晚间正式点灯开幕 本次的主灯是用兔子结合太空级宇宙而创作而成的太空兔 模样特别又可爱 今年更是扩大办理规模 结合虎伟铁桥、虎伟永翠阁等知名观光景点 开设四大灯区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今年是2023年 可以说是历年来我们灯会规模最大的 我们现在党外表演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灯太空兔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浩瀚星云的一个主题 让众星围绕着我们虎伟 象征我们虎伟的进步 我们虎伟的发展 当我们其他的副灯区 我们就是在用翠格和百年水塔 以及虎伟铁桥 我们的园馆缩环境 今年我们这个四大灯区 非常有看妥 欢迎大家 过年来虎伟来看火灯 来虎伟吃美食 这几年在云立县政府和我们的政工所 打造光环境之下 各项的建设在夜晚发出迅烂的光芒 今天开始在虎伟就开始有这个灯会 也有送很多 这个可爱的造成娃娃 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家长带的小朋友 可以来体会虎伟的美 我相信这个环境非常好 希望大家来这边玩 除了虎伟灯会之外 云林县内各项镇在新春期间 也办理了不同风格的灯会 有斗六灯会 北港巷弄灯会等等 云林县政府也欢迎 乡亲过年期间来看灯会过新年 都过年要搞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兄弟 都开始有这个充飞的卫党 尤其由于岛落到我们的虎伟到北港 那所以我们希望这段时间 如果从外县市回来到我们本县 来过年的乡亲 也能够吸加代券 到我们云林县 从斗六到虎伟到北港 都有非常漂亮的这个灯会 欢迎大家来 关注一个非常棒的年节 虎伟政公所表示 今年的虎伟灯会 是开办以来最大规模 活动时间至2月5日结束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前往欣赏 记者丁桂池 林鸿博采访报导 打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vice